1月20日 nosso攻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HALM,好的 來玩我們的KOF OSTAR 今天是9月20號 星期二 好 這一起沒有要來玩這支草地 痾 玩封堅忍吧 我們來改一下 好惡魔人 玩那個巨神 工會的那個巨神 好 那工會巨神的話我們現在有一些那一種EX技能吧 比如說像這隻牙刀 牙刀的EX技能就這樣就是你 直接用這個看穿的時候 可以重置主動技能他自己的啦 然後還有那個輪替直接重置嘛 也就是說當你換牙刀的時候 他可以放這招的時候啦 那個輪替等待時間我會用 封尖人還有這隻還有那個花狼 當然這次沒有要用這隻牙刀啦因為這隻靈衝王號靈衝王號後來改用那個菜寶器 效果一樣 那這個是加暴擊率 加暴擊率也不錯啊17%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 這種EX技能有現在很多這種EX技能啦就是可以那個 幫助隊友的 幫助隊友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像這次的 這一隻草剔的貨我們來看一下這隻草剔他的 他的可不可以幫助隊友啊 我有忘了 前幾天看過就忘了 看穿他也有看穿嘛 你看他也是跟那個一樣 跟那個牙刀一樣 看穿 加暴擊率也OK啊也OK 然後這個是 這個更好 這個更好 我覺得啦我覺得這個更好啦 我本來想要試這一個的但是因為他還沒有5星嘛 這個要5星才可以用 就是 讓EX技能冷卻4秒 我覺得這個 會更好用 不知道會不會更好用因為EX技能冷卻 減4秒的話你可以更容易施放 更容易施放那個像 封堅忍的 封堅忍的奧義啦 封堅忍的EX技能 我剛剛打聚成奧克可以用2次 就是我就試了一下嘛 大概是這樣就是 封堅忍的這個EX技能 超級中就是E3可以冷卻15% 3秒3.5秒內你可以連放 那我就會連放這樣 然後巨神我試了一下大家可以用2次 超級中加一次那個 這個 覺醒MAX模式 差不多啦因為他這個冷卻15秒很短 你用完之後你可以換別人 然後又回來用他 用他 然後最後再用這個因為這個用完這個冷卻很久 所以你要先用超級中再用這個MAX模式 就爆氣啦 然後這一隻我就覺得我就沒有打算用他 我不知道用他好不好用 但我覺得他好像比較不好用一點 他的集中是 金翼閃電梯啊 這隻花狼的問題就是那個 核心 的地方 你那個金翼閃電梯他不能衝啊 不能衝 就會比較差一點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他的問題就是因為他是可以切技能嘛 核心 這邊 金翼閃電梯沒有顯示在這裡我覺得這是一個BUG吧 應該要秀在這裡他又擺不下去了 他擺不下去了不然這個位置應該換一下 因為他既然不讓我們用這個組成重構因為這是沒有傷害的技能這是BUFF技能而已這是切技能 就沒有那個金翼閃電梯嘛 剛好有個網友問說這個點數怎麼來這個點數就是你 90等我們可以轉化轉化之後你覺醒 覺醒1星之後就給你10等吧 2星的話就20等 要練上去啦 3星的話30 30的話剛好這邊可以練14 然後這邊可以練16 通常是加攻擊力16 然後我記得5、6、10等之後他好像會給2點吧 每一等好像會給2點的樣子 這我有點忘了反正就這樣吧 剛好有網友再問 新手吧 就留言問了一下 好 所以我覺得那個如果我用草屜的話搞不好又又 要再試試他 但是他差這個3星而已啊 再過一陣子吧 過一陣子我再來試一下 所以我就記得我本來今天想要錄這個可是 後來發現這個草屜只有3星沒辦法 我記得草屜的那個 這個 核心技能 他這個ES技能是可以那個嘛 減冷卻 好這個我們就稍微看一下超集中 蛙狼的 應該就只有這幾隻吧 可以buff 隊友的 減冷卻的 阿莉莎也有阿莉莎是加爆傷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這個要死 我這個要試試看 阿莉莎 阿莉莎的貨 這個要試試看啊 全神他的全神是加爆傷 我記得那個誰也有啊那個 安琪也有 好這邊猛打 猛打是這樣就是一樣是 減冷卻然後加這個 打擊型技能 50% 但是我覺得他大概只能放個 一次吧一次到兩次吧兩次吧 這個猛打大概可以用兩次 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這隻也有 這隻也是全神 他是加爆傷 也是ES戈肉家 可以用也是可以用 我覺得這是安琪應該也是可以用 不過安琪應該沒有什麼免死吧 他的盾是主動盾 所以用菜寶奇會好惹 因為菜寶奇他那個 減傷很猛啊 出血狀況下 那一隻巨神是 垂不死我們的 很難死很難死 我剛剛玩了10幾20場吧在那邊死 很少被打死 就這個有一個減傷 在那邊80% 然後他又可以疊防禦 我記得他可以疊防禦 疊防禦所以他很坦 這個巨神是 不太容易垂死他的 OKOKOK 其實如果你想要追求高傷害的話 目前的話就是要用這種 這種可以重置輪替的 然後又可以增加隊員的一些BUFF 有暴擊率 有暴傷嘛 然後這個是打擊型技能 打擊型技能 基本上都1到2個吧 打擊 這邊一個打擊 風神拳是打擊 沒有了 我這個六道鬼魂也是打擊 這個是掌風啊 雷紅波 大概是這樣吧15秒內就 打個小爆發 打擊打擊 切一下 切一下應該有藉由一個投資技啦 這個精英閃電器是投資技啦 這個打擊 好大概是這樣吧 這個用這個思路 可以打那個巨神 當然打那個 工會也可以本來想要打工會 但是因為他工會沒鑰匙 他是一個很認真的玩家 工會鑰匙全部用完 我每個都剩2把 打 他沒辦法欸 奇怪 1 不太認真的全用了是不是 Isperl也打 Isperl我都不打的 7階箱沒什麼用 好吧 所以我就打巨神 撤給大家看 玩給大家看啦 不要說撤啦 玩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就 來吧來吧來吧 有人會失敗不一定啦 就盡量盡量打 呃輪替的方法是這樣就是 這個要自己試 呃我就 花狼嘛花狼用完就 蔡寶琪蔡寶琪就 這個封建人打一波 然後那個 爆氣好之後就只用一個技能 ES技能 三體五毛用完之後 再換那個花狼出來打一下 然後再換蔡寶琪 蔡寶琪扛傷害啦 蔡寶琪扛花狼之後再等那個 ES技能 ES技能放了之後對不對 放了之後就花狼嘛 然後再 呃 看你要不要花狼還是 還是怎麼樣 還是這個封建人都可以 封建人叫出來之後又可以再用一次ES技能 呃因為我忘記ES技能之後再換那個花狼 爆氣打一波吧 因為花狼就不打算用ES技能 爆氣完之後就差不多了吧 就換這個蔡寶琪出來再弄弄 應該就沒辦法在那個ES技能 可以應該可以在ES技能 然後之後再 換這個 封建人收尾吧 就爆氣收尾 大概這樣 就是我們這個蔡寶琪會放兩次ES技能 空間裡我會放兩次ES技能然後最後用爆氣收尾 然後換藍會爆氣一次 我是這樣打啦 大家可以打7000多的 那這個耗之前好像可以打到 10000RAM吧 我不知道他的打法是怎樣或者是他按得比我快 我按沒那麼快 有時候會卡一下 那個有差那個 按得很順 就是我一開始練習 打很慢 打很少 3-4000RAM吧 然後隨著你的那個練習熟練度越來越高 5-6000RAM 然後大家可以打到7-8000RAM 就是隨著你的練度 你那個熟練度 然後你換人的那個速度 你要去想說要怎麼換比較好 OK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吧 目標就7000RAM吧不要太高 我會打不了那麼高 換錯就重啦 打錯就重啦 前面有重刺 我沒重刺 又沒重刺 沒事沒事沒事我們不會死 我玩錯了,我本來要爆氣的,我玩到那個沒爆氣 我玩錯了啦,我要爆氣啦 我要爆氣就用到那個集中去 大概是這樣吧,7000多了 我們再打一場,再打一場,看會不會再高一點 好,再打一場再打一場 感覺封建人的3集中應該也不錯吧 直接放3隻集中 好像也蠻猛的 不知道看可不可以突破8000 因為那個他的奧義可以重置 暈暈暈暈暈,咦怎麼沒暈 暈了暈了暈了 這場有沒有用啊 沒什麼用 被中斷了 被中斷了 完全不爆氣 好像可以吧,完全不爆氣 7000多了 放3隻集中也OK啦 大概這樣吧 大概這樣吧 我覺得可以再順一點吧,練順一點可能就8000 8000m 8000m是百萬 好,那差不多差不多 我覺得要再上一層樓的話 對我來說可能 對我來說可能 花狼要順一點吧,我覺得花狼 沒打出什麼傷害 那個花狼那個傷害還是有差 那個流暢度,因為他會卡技能 切技能的時候要練一下 好,那這個打法給大家參考了 就是未來應該會有更多這種角色 這種牙刀啊,輔助型的 可以重置的 然後這個 阿莉莎 菜寶七 這草居最新的嘛 那那個 這隻 安琪 所以說那個 暗黑草居的話可能到時候再試吧 等他五星的時候我再來玩玩看 不知道好不好用 就這個 這邊看不出來是不是 在這裡看穿 因為 不是看穿的,傳授 這個傳授 ES技能冷卻4秒 是不是可以更容易用 不過我剛剛已經用了三次 用了三次 這隻封建人的ES技能 集中乘惡對不對 是不是叫集中乘惡啊 忘了 可能叫集中乘惡吧 超集中乘惡 我不知道 E3怎麼樣會比較高啦 我剛剛都是 還是E3之後衣 program E1是打擊技,阿 3也是打擊技 不知道E3哪個比較高阿 風神拳 跟這個 六道鬼混 我不知道哪個比較高啊 反正就E3然後連按 反正這個buff是6秒 我們這個效果是3.5秒 一定吃得到 好大概是這樣吧這個玩法 我也沒有看人家的影片啊 就亂玩 給大家試試看有什麼更好的換人方法 打更高的都可以討論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大家拜拜